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繼續跟大家講講關於美國的事情 幾件事都關於美國的 首先就是第一件事 美國好像想直接去打伊朗 說要移源頭去打擊 報復他之前美軍基地被襲擊的事情 要報仇 但是這樣的話他不就是要開一些新的戰線 行不行 這樣搞下去真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過今次是大雲戰 我們放場商看看 然後美國搞這麼多戰線用來做什麼呢 很明顯 賣軍火 他賣軍火的收入是創了歷史以來的新高 待會也和大家看看 然後也和大家講講哈馬斯 都關美國的事了 哈馬斯和以色列正在抗衡 但是有美國傳媒就說 喂不是啊 哈馬斯用的武器 為什麼來自以色列呢 這麼搞笑 他們給武器給哈馬斯去打自己 整件事究竟是什麼事呢 是不是氣來的 還是什麼事情來的呢 我相信不是氣來的 不過可能裡面涉及到很多不同的貪污舞弊 都不奇怪 我們都去看看美國的傳媒說什麼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民意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鍵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大家都知道了 美國在約頓的駐軍 他們的軍事基地 就被有些叫做組織 民間的團體組織就打 打到有三死四十傷 但是其實他們是無故心打的 打算打不到的 就是美國他自己放了 對加的人進來 打炒自己 就是這樣而已 這件事就觸動了美國總統拜登的神經 拜登在他們自己的 戰情失語國家安全的團隊 商討一些形勢和最新的發展 美國傳媒說 五角大樓就是美國自己 考慮了很多個不同的方案 其中包括了源頭打擊 對伊朗境外的軍事人員和艦艇 進行一些直接打擊 如果執行任務的話 就會直接連續幾天去咀伊朗 當然 咀不咀到是另一回事 他咀完之後 伊朗會不會直接咀美軍呢 又是另一回事 這件事實行的話 就會開了一條更新的戰線 是美國自己打的 這樣的話 你直接打伊朗呢 伊朗就會直接打美國 這個花生 好看 真的不是開玩笑 美國的華爾街日報說 他引述現任和前任的美國官員報道 目前美國的一些選擇 包括攻擊在敘利亞伊德克 伊朗革命衛隊的聖城裡人員 打擊在海上的伊朗艦艇 或者對實施親衣武裝組織 發動大型的軍事襲擊 但是攻擊伊朗境內目標 被視為較不可能 一旦拜登決定之後 可能會有歷時幾天的空襲 幾天的戰爭 總之 就不會直接打伊朗的國土 害怕 因為你一打伊朗的國土 伊朗就會直接打你美國的國土 不過 你如果真的打伊朗的艦艇 老實說 我估計 伊朗呢 都會直接打你的艦艇 我覺得而已 這次如果真的會開這些戰線 會對他們的那邊中東區內的軍事 可能會有一些影響都不出奇 大影響 大執位都不出奇 另一個美國傳媒政客 引述美國官員說 如果拜登開綠燈的話 未來幾天內 就可能會直接有光炸的項目出現 而維吉日報同一時間也引述 聚里亞的官方人員和政府顧問 駐約旦美國部隊受襲之後 伊朗革命衛隊成員和指揮的阿富汗武裝組織 現在說我擔憂美國隨時會空襲他們 所以逃離到敘利亞東部城市 在郭爾和祖爾那邊 那為什麼他們會害怕呢 很明顯他們本身也是想嚇嚇他們 誰知道他們放了飛機進去 就讓他們炸 所以他們完全想不到 真的炸中了?炸死了? 其實也不知道是否美國故意 一個伊朗外交官向他們的報紙說 他們不預期美國會對伊朗的境內發動打擊 只會有針對伊朗的組織去進行攻擊 但這將會加劇報復循環並且可能會失控 他們的報復循環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冤冤相報 何事料 不會料的 可能會失控 變成真的打也不出奇 而受到襲擊的駐約旦美國的部隊 就在22號塔基地 政客的報章媒體 披露地址遭受到攻擊的一個半鐘之後 設在邊境另一方面 現位於敘利亞裡的坦夫基地 亦被一架無人機攻擊 美國利用無人空中系統擊落它 美國的軍事新聞網站 The Warzone 引述美國官員報道 美國設在敘利亞沙達迪的巡邏基地 星期一的時候有一些火箭飛了過去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或裝備受損 很明顯對加上下下地 但想不到 打中了 說真的 現在怎樣呢 真的不知道怎樣 我只知道這件事 如果美國再開戰線的話 其實它唯一的目標是什麼呢 第一當然是打人 第二是什麼 賣武器 收錢 美國的國務院日前就說 在2023年裡面 美國向外國政府賣的軍備 的價錢 是多了16% 去到創紀錄的1.85萬億港元 這些是人類的數字嗎 為什麼我覺得 是陰間的數字 1.85萬億 他們就形容 武器的銷售和轉讓 可以被視作為 美國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 他們認為 對地區和全球安全 有潛進的長期影響 最好的影響是什麼 收錢 賺這麼多錢 你猜它沒有賺錢嗎 賺點鈾茄吧 美國在2023年裡面 批准的軍事裝備 包括向波蘭出售的 780億港幣的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向德國出售的226億的 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系統 向烏克蘭出售的 國家先進地對空導彈系統 美國軍工業的做企業 樂協馬丁和通用動力公司 就預計了 現有的火炮 外國者造彈欄接系統的訂單 以及裝甲車的訂單 激增下 足以支撐著他們公司 不接新單也好 未來幾個季度 甚至乎幾年的業績都沒有問題 不用擲都可以 這幾年都夠吃了 真厲害 外國政府向美國賣這些武器 主要有兩個方式 第一 跟軍備公司直接去交易 以及跟美國駐外大設管的 國防官員系談判 兩者都必須要獲得 美國政府的批准 又說是自由的 在美國監察下 就可以自由 這些就是他們的自由 他們自己 可以創造財富自由 就是他們的最自由 厲害 賣了萬多億 其實一萬八千五百多億 其實接近兩萬億 很恐怖 這些價錢 很多 賣了那麼多軍備 其實都不知道去哪裡 究竟是真的去烏克蘭 還是去了另一個地方 還是怎樣 還是再轉售 還是怎樣 不知道 為什麼我說 不知道這些東西去了哪裡 因為 美國媒體都說 你不要說 烏克蘭你怎樣去哪裡 到底武器去了哪裡 因為連以色列的武器 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為什麼 美國媒體說 哈馬斯用的武器 原來大部分 都是來自以色列的軍隊 但是哈馬斯打的是以色列 是啊 那為什麼 哈馬斯會用以色列軍隊的武器 來打以色列 這麼奇怪 沒有 用別的方法得回來 第一 偷 第二 搶 第三 買 偷 你以為這麼容易偷嗎 搶就更加難 是不是 那買呢 買可能這麼難 大家知道 在暗網裡面 自從俄烏的戰事出來之後 有很多 國家援助烏克蘭的武器 都在暗網裡面 有得買 那你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 以色列軍隊的武器 他們是怎樣 哈馬斯是怎樣 得回來 是在暗網直接 向以色列買 還是在暗網 去 找烏克蘭買回來 還是以色列那套貪腐 然後把武器給了哈馬斯 這件事怎麼爆出來呢 其實就是根據以色列和西方國家的情報 巴斯坦的激進組織哈馬斯 在去年10月7日 就以色列和當前的戰士裡所用的武器 原來很大部分都是本來自於以色列的 《紐約時報》的報道就說 以色列的警方顧問卡達什 他就說 哈馬斯所用的爆炸品 主要來源是以色列向加沙投放微引爆的炸藥 那即是怎樣 即是順手 咦 這裡有啊 立仙 他說他們在這裡拆開來自以色列的炸彈和炮彈 當然他說其中有很多都是被再次利用的 造成了爆炸物和火箭彈 這麼多可以再次被利用 我懷疑 要是撻回來的 要是搶回來的 要是暗網潛回來的 真是不奇怪的 武器專家就說 通常裡面大約有10%的彈藥 是沒辦法被引爆的 但以色列的未引爆炸藥的炸彈比率 可能是更加之高 那麼以色列軍隊的武器庫裏面 包括著美國和其他軍事強國 一早已經停用了的 越戰時期的導彈 那麼所以呢 那些導彈呢 很多時候都是浪費的 扔到過去不會爆 有一個以色列的官員說 其中一些導彈呢 它的故障率是高達15% 或以上 哇 100支有15支爆不了 那麼還有那85支可能爆些不爆些 不出奇 或者他們只能夠確定 最少有15%的沒有爆到 其他呢 跟蹤不到 都不出奇 根據以色列的估計 在過去三個月裡面 以軍對加薩進行了最少2萬2千次的襲擊 可能是投擇了數以萬計的炸藥 這一點就意味著 可能會有數以千計的彈藥 是沒有引爆到的 那麼如果一顆重340公斤的炸彈 是沒有爆炸到的話呢 就可以製造到幾百支的導彈 和火箭炮 那就是說 它是送上門 然後就被哈馬斯找回以色列 是嗎 不是吧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覺得呢 即是 它回來 或者有人潛出來賣給他們的機會 是不小的 聯合國地雷行動署的駐加沙負責人 柏奇就說 在以巴戰爭之後 將留下幾萬計的瓦彈 這件事好像是給哈馬斯的免費禮物 即是瓦彈即是爆不到的彈 除此之外 哈馬斯也都在以色列的軍事基地裡面 塌了些武器回來 那麼以色列在去年年初的一份軍事報告裡面就說 哎呀 在他們的軍事基地裡面 有幾千發的子彈 有幾百支的槍 和一大堆的手榴彈 在首位寬鬆鬆懈的基地那裡 就被人撻了 所以原來 撻回來的都有的 搶回來的 又有的 信手納的 又有的 買回來的 不知 但我覺得 都是有的 在季國十幾年裡面 以色列對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帶 實施嚴格的封鎖 限制可以是 用來製造武器的商品出口到加沙 限制了很多這些商品 已經 也是嚴密地去圍困和對加沙走廊 進行一些打擊 促使路哈馬斯發展獨自製造的武器 以及造出一些爆炸兵的能力 完全限制了 但是 如果哈馬斯現在已經能夠鋸開重達900公斤的炸彈頭的話 拿出一些炸藥出來重新再利用的話 他們的攻擊力就會大很多 分析員也說 哈馬斯獲得武器的最基本用途就是 在他們自己國內重新再做一次 即是重新再整合 這件事只要在化學上做少許改進 基本上就可以做出任何想要的東西 包括核彈 包括炸彈 全部都做到出來 那所以 咦 原來打仗有這麼多好玩的東西 原來可以玩死自己 原來 以色列正在打的炮彈 或是越戰時期 或者之前的炸彈 那真是搞笑 原來現在他們的戰士是清倉大作戰來的 看看誰清得快 看看誰清得多 那就可以 即是叫做 在未來日子裏做多些新事 我不知道 總之他們會不會快點清倉 就快點打完呢 我就是希望他們快點打完 就不要再冤冤相佈了 否則在這個無限的報復行動裏面 基本上 受苦受難的 都是那裏的人民 全部都是生命來的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或者明明看你怎樣看這單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可留言訂閱明杰 紳士道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